老公那么中意的新衣草 状态那么差 他照样买回来 他要准备亲自把它养好 那就拭目以待 看看老公精心照顾 这颗西班牙新衣草能不能把它 恢复生机活力 刚开始时老公每天都会给新衣草喷喷水 每天都关注着他的变化 总是信心满满 他对它充满了希望 这新衣草淋了一场鱼以后 特别的绿 买回来几天以后 先把枯枝跟残花全部剪了 让它继续在盆里缓盆 一个月以后已经完全恢复生机了 这颗新衣草应该是修剪了 它太长 修剪下来的枝条可以把它去牵插 往这里 就不要剪太多 从植株三分之一的地方全部修剪一下 看一下 把它修剪了 这样的话它才不要耗那么多的无味的营养 这些是修剪下来的枝条 可以把粗状的这些拿来扦插 直接就扦插在地上就好 先弄了这些用指甲把它的下面皮给刮了 容易生根 赶快把它先插起来 插在地上 就地把它插在地上的 全部都是插在地的边上 松软的土的地方 看看能成活几颗就算几颗了 这些 OK 还有这边 这里 这里 OK 准备把这棵新衣草落到地上 天气已经凉了 准备进入冬天了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好一点 看一下 移在这个位置 挖一个坑 因为这些下面树根比较多 给它拢起来 看一下 能不能移在这个位置 新衣草是喜阳的植物 应该种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但是我们家的后面全都是大树 挡住了阳光 这里只有下午三个小时的光照 没办法 先种在这里 这里对它来说已经是相对最好的位置了 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 旁边有一棵大树 下面全是树根 没办法挖得太深 把这些石头倒下去 把这些石头 因为我们家的这些圆土 基本上都是黏土 新衣草最怕的就是烙根 它虽然不挑黄金 但是必须要透去透水 只能根据我们家的条件 尽量给它营造一个透水的环境 之前在院子里种了几棵薰衣草 都是因为不透水落根而死 因为都是直接脱盆种到土里 到死的时候 提起来它的根都没有融到周围的土壤里 到死的时候 还是和脱盆时一样完整的土壤 因为当时忽略了周围的土是黏土 并不疏松 所以这一次总结了经验教训 脱了盆以后 把旁边的土尽量给它疏松开 给它的根系 舒展开来 然后再把土混合着 给它融入周围的土里 薰衣草并不一定需要太过的肥土 但是它的土壤一定要疏松透气 所以我在挖出来的圆土之中加入一些珍珠盐 以增强土壤的透水性 珍珠盐具有较强的吸水性和透气性 它和土壤混合之后 能够起到改良土壤 使土壤疏松透气 使土壤不容易绑结的作用 改善土壤的排水性 避免植物因落根而死 种植完成后 一定要给它浇上定根水 因为把它捋成了一个小小的土包 所以在浇水的时候 土壤会随着水流 而被冲刷下去 所以得想个办法 避免这个土壤 每次下雨或者是浇水的时候 突然被冲刷 这颗新衣草 冰淋死亡 挽救过来的 几个月了 终于给它落到地上了 给它在盆里 缓盆缓了几个月 因为进入冬天了 马上天气已经转凉 急急下降 给它落到地上的话 容易过冬 这是一颗新衣草的斑斑糖 又给它铺了一些石头 围住边上 因为它是堆成一个小土坡 怕下雨跟浇水的时候 水会往下流 土壤会往下流 所以拿点石头 但也不用铺得太严 围上一圈 零零星星挡住这个土壤 被水冲跑 冲了流失 这样就OK了 应该没问题了 看一下 还蛮好看的 再来看看牵插新衣草 倒是多天之后的状态 到处都插着 不知道有没有长根 看上去倒是活着的 这些也是 看上去都好像活着的 不知道 盆子里的也有 到处都是 顺手就扦插的了 但是这颗就明显的死了 这些都好像活着的 等它慢慢长根 不用管它 能活就活 死了也没关系 这些就是明显的死了 已经 但是这两棵 旁边这两棵 好像没问题 昨天才刚种下的新衣草 铺了些石头 突然被水冲了 看看 一个晚上 被花里数 盘了 石头都 到底是拿走了 还是鲜到哪里去了 就开始盘动了 没办法